花蓮市清潔队现在有22辆密封式压缩垃圾车 其中半数以上使用年线超过15年 而超过18年的更是多达了8辆 为了太旧换新符合环保标准 也提升执行时的安全保障 花蓮市公所积极向上级争取补助 也致行编列预算来采购 日前两辆新的低碳垃圾车已经交车抵达对部 预计要投入每天的垃圾轻运工作 花蓮市清潔队垃圾车车领老旧 除了有安全上的风险 也容易因为故障影响到作业 而昂贵的维修费也是市库的负担 因此花蓮市公所积极向上级争取经费补助 进行车辆太旧换新 112年底就有两辆新车到位 每一天的工作量 清洁垃圾车的工作量非常大 其实每一天在印的垃圾也非常多 其实也有很多即将要太旧换新的车子 那在今年我们争取了两台车子 那其实就是在我们过年后 那因为车子其实有卡榫弹出来 那有险些造成一些意外 那其实在上任之后 嘉燕也持续的希望 将我们所有比较老旧的车子 是不是重新再检修一遍 那不能用的我们就重新来申请 我们购买车辆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很开心在今年中后 那购买到我们两辆的我们清洁车 那也希望不管是对我们队部的驾驶 或是对我们的要倒垃圾的我们的民众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我们希望新的车子能够在我们 不管是收垃圾或是我们倒垃圾的民众 都可以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 这两辆12立方米密封式压缩垃圾车 将可以大大提升清洁队的工作效率 我们花蓮式清洁队的垃圾车 在垃圾密封式压缩车的部分 总共有22台 但是这22台里面总共有11台 是年限超过15年 那其实按照特种车辆的规定 15年的车辆是可以报废的 那我们在这11台里面 总共有8台是超过18年 我们市长知道我们清洁队的难处之后 马上就只是 就是说从我们市库现有的经费里面 来编配840万 让我们来采购两台 符合七起环保的12立方的一个垃圾车 那这些垃圾车在昨天就已经到 我们花蓮式清洁队也经过我们的验收合格了 那我们即将 这两台垃圾车即将会投入我们的垃圾轻运的一个行列 除了这两辆垃圾车之外 编列在113年度还有再两辆的垃圾车 预计在农历春节前可以完成交车 另外环境部在112年度补助的一辆垃圾车 也渴望在近期可以交车 前后将总共有5辆新的垃圾车 可以投入花蓮市垃圾清云工作 接着我会欢迎市报道 接着我会欢迎市场